大家好 歡迎來到大聲鐘的頻道 由於上一段影片有很多觀眾都問了一些問題 所以這次影片會解答一些新手常見的問題 以及有什麼技能配置適合大家使用 首先介紹上次說過的年紀 首先我們要知道年紀是可以放在四個不同的位置 Y X A B 當你放在不同的位置 就會觸發你要使用的按鈕不同 例如烈火襲擊 再按Y 就可以發動這招技能 追加按鈕我們只需要按Y這個按鈕 就可以發動追加按鈕 大家可以留意 現在我們把這個技能放在B的位置 我們就再試一次 我們就要按B的按鈕才可以觸發 我們不可以按Y的按鈕 所以大家為什麼會發動不到這招技能 因為你放的技能在不同的位置 就要跟著不同的按鈕按鈕 我們試試另一招技能 閃耀聖環 也是放在Y的按鈕 我們就可以做一個練技 我們試試片手劍 因為有觀眾也想了解 這個就是追加劍技 另外 斷命擊就有點不同 純粹是按著按鈕 這招技能 就會存到NV3 水平方陣斬 這個就是追加技能 最後就是 光子滅閃 還有一招技能 每一把武器都會有O2技能 O2技能就代表你用的武器 熟練度達到500 就可以學習O2技能 每一種武器都有 例如片手劍的就有 新星星天 而雙刀就有星光連流擊 而細劍有閃光穿刺 而O2技能的特點就是 威力是偏高的 同樣也有代價 就是他的SP消耗量會比較多 所以我每一隻角色都 必定會裝一招O2技能給他們 另外去到技能配置 技能地圖其實有不同的職業 可以讓大家去開通 例如減益手 在右下角有一個習得條件 讓對方陷入異常狀態 達到指定的次數 再對北方的帝國石像對話 就可以學得這個職業 大家看到每一個地圖 其實都有不同的石像 石像除了可以給我們一些任務 獲得一些技能點數之外 可以開通不同的職業 大家慢慢摸索 究竟哪一個石像是可以開通我們新的職業 而職業裏面也有提示 他會說不帝國的石像 我們可以留意世界地圖 不帝國 即是這一邊的地圖 其中一個石像是可以開通各位職業 而職業我會推介第一個職業 也是前期最容易獲得的 就是偵查手 偵查手之前也介紹過有重擊 可以令到別人暈倒的 另外就是石火之機 一個人可以連續使用連鎖爆發 還有就是劍華落刃 可以提升我們連鎖爆弓 去到等級Lv.4 另外可以配搭連鎖爆弓的傷害值 就可以令到大家玩連鎖的傷害 會變得十分可觀 那右邊 我們就會加上技能的威力 連鎖爆弓的傷害值 爆擊威力 以及連鎖的輸入時間 我盡量提升連鎖的觸發點會更大 當然這也是要靠我們的隊友 而隊友會把他的EX技能轉為狂戰士 幫忙做個輸出 如果大家不想玩連鎖的 也可以用狂戰士的技能 加上攻擊力 以及HP的吸收能力 說到HP吸收能力 有一件裝備也很推薦大家 就是壞隱規格 而這件裝備會在西帝國的岩地 而當中右下角這個岩山魔獸 建議等級44等級 是會有壞隱規格的 那麼我們每一次如果想看那個魔獸有什麼裝備 其實可以按右下角的蘑菇 就會知道可以獲得的獎勵 那我們現在去一去這個岩山的魔獸 先 HP 好 好 那我們準備技藍 我們準備封術 然後使用戰術 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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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會獲得多一件的懷孕規格 好處就是可以幫我們吸取HP值加100點 以及減少傷害20% 這個也是前期十分推介大家去用的一件裝備 神聖術剛剛也會使用到封數 封數Lv.3最大的好處就是增加我們的夥伴和自己的速度 究竟封數是怎樣獲得的呢? 我們可以看看地圖 在威特拉山谷這個位置 就可以獲得Lv.2的封數 Lv.3的封數就在曼尼德大 這個位置就可以獲得Lv.3的封數 最後講到武器加成 每件武器都可以有加1、加2、加3和加4 究竟怎樣可以提升武器的強度呢? 我們首先去主地圖 進入中央城市 然後找回這個自練師 他就可以強化武器 而大家也可以按數材 可以知道這件素材究竟在哪裡可以獲得 而剛剛強化的素材我們可以按 這位道具商人 裡面也有魔獸爪子 一些寶石 而抗石也可以買的 紫結晶、藍結晶、黃結晶等等 而製作道具 裡面有一個道具也很推薦大家去製作 就是細銀圈首飾 只需要水晶水片和白銀塊 裡面有一個道具是可以提升我們的攻擊力20% 但是有代價就是減20%的防禦力 另外還有硬纖維鞋 可以提升我們的移動速度 還有雙人之鞋 可以提升我們的暴擊威力30% 這幾件我覺得在前期大家都挺有用的道具 希望這條影片可以幫助大家更容易去到前期 如果大家還有什麼想知道 歡迎在下面留言 多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